岁末年中,慈恩寺特别捐赠了信众的爱心 捐赠了5500斤的白米给华联县政府 而借华联县府社会处赚赠给弱势家庭 县长徐真伟感谢团体的善心 也呼吁更多人一起来加入 在岁末寒冬之际为了关怀需要大家协助的弱势家庭 慈恩寺自法院师傅27号则是来到华联县政府 特别将白米5500斤捐赠给华联县政府社会处 希望透过县府社会处事务银行的协助 可以将此心意转赠给现金内的弱势家庭及团体 希望在不景气当中实时为他们伸出元首 让大家可以安心度过经济难关 慈恩寺法师司法院长期以来 透过捐白米等役局实质的照顾以及关怀弱势的民众 希望协助大家度过生活的难关 为了让更多需要民众能够受惠 华联县政府首次将军政的对象 拓起到华联县经历的民众 为了感谢法师长期以来对弱势民众的重视 现在许多会特别致证感谢赏给市法院法师 感谢慈恩寺推动社会救助的用心 记得终于华联县华联络